看電影還有月老陪看 七夕情人節不孤單 有業者特別在七夕將電影院搬到大道城狹害城隍廟旁 並從廟裡請到月老、城隍爺、城隍夫人等神明 一起未來看電影的民眾加持姻緣 就是聽說這一次的電影就是滿心有 像當然男人戀愛時 然後我自己之前也有去電影看我就很喜歡 聽到有我就很想跑來就是二刷 我覺得在大道城很酷 因為平常根本就不會想到大道城這邊可以看 當男人戀愛時 然後我就覺得很有台灣味 因為那部片本身也是滿地區的 這場限定版浪漫電影院採線上登記免費入場 同時主辦單位也將民眾到廟裡 拜拜一定要喝的結緣茶加入經典泡麵 讓民眾品嘗特別打造的特調泡麵 那我們這一次泡麵的一個業主主要呢 推出了三款的泡麵特調 又有三款呢都是跟愛情是非常相關的 像說呢有一款我們就是有加入台北小孩場 我們沒有的結緣茶 又有一款呢就是我們有加入了胡椒 又還有一款呢我們是有加入了七十年糕 希望代表你農我農的一個氛圍 我們泡麵品牌已經連續很多年 然後在我們七夕的時候為了民眾 有一個比較好的七夕好去處 所以我們就辦了電影院這個活動 也給所有曖昧中的男女 有一個很好的一個月會地點 也讓所有曖昧的人 可以有一個感情升溫的一個好去處 那我們今年呢特別選擇是在台北小孩場 我們要外面有樂市場旁邊這邊去舉辦 有一點也是希望呢我們現場 其實會直接邀請到我們的月老 以及城隍夫人出來觀影 那這樣的話呢也可以讓出席的民眾 加其效力的部分 不只免費吃泡麵免費看電影 業者在霞海城隍廟前還特別設置 其院繪馬架可以寫下心願祈求成真 夜晚還有七夕限定霓虹城打卡點 我覺得很特別然後我就覺得 好好奇喔到底在幹嘛啊 然後就想說想跑來看一下 我覺得那個打卡裝置很酷 因為它有那個霓虹燈 然後看了之後就覺得很漂亮 所以我剛剛就有跑去拍一下 然後發現現實動態那樣 那除了會有電影院的活動之外呢 其實我們也有兩三個非常不錯的一個打卡點 那第一個呢是在台北小孩城隍廟前面的一個祈願架 那就是民眾呢其實就可以寫下自己的祝福 然後掛在我們這個祈願架上面 那第二個部分呢就是我們有在我身後的這個 享受這一夜的燈架 那這個燈架呢其實大家可以在這邊拍照打卡 只要拍照打卡也可以獲得一份小禮物 那在我旁邊這邊呢還會有我們的一個愛情的餐車 那我們就會在這個餐車裡面呢 免費送民眾一些泡麵 那當然就是我們有另外一台餐車呢 就會直接提供特條給各位參加電影院的一個民眾 我們這一次連續兩天的活動呢 主要就是希望給所有就是不管是有在談戀愛的人們呢 或者就是單身的在曖昧中的一些單身的男女們 都有個氣息一個好地方好去處 也希望讓大家感情深溫享受這一刻 不只免費吃泡麵免費看電影 業者看準商機連續兩天推出現實登場的愛情餐車 搭配拜過月老的食材推出不同款泡麵 加上露天電影院輪流放映精選的愛情電影 為民眾打造浪漫七夕的好去處 記者溫君台北報導 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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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現了